大家好 我是Kelby 今天要發起一個專案 是跟新媒體有關的 大家先看一下這個網頁 這是一個八九階 一個法國的網目媒體 他們做了一個數位專輯 這個數位專輯 跟大家看到可能會蠻類似的 就是說 可能就是 一般圖文像這樣的方式 他在 在今年年初 推出的藍後得了一個獎 O&A的Journalism Award 2014 他有什麼特別的會得一個獎 其實像這樣的東西我們之前有做過類似的 他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在這個文章的敘述之中 會穿插著像這樣的問題 這個文章 基本上是在講海地在 2010年的大地震之後 重建的一個過程 他就提到說 他們蓋了一個新市鎮 然後裡頭有一些問題在 那比方說像是房子蓋的 使用的狀況不是很好 或是那個 飲水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 他就開始在中間穿插這樣 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是你 你國外有一些幫你來 給你錢啊 你會怎麼做 然後他會列出一些問題 讓你選這樣 然後說你的priority是什麼 我要弄一個 把沒有家的人 重新 遷移位置的專案這樣 你可以選擇他 他就會告訴你 這樣子的做法會有什麼問題 比方說你可能要把你的野心降低 因為實際上你獲得那個資金 並沒有你想要用讀 有一半可能是會 回饋給捐贈果 然後另外一半會被那個 貪污吃掉等等的 那像這樣的一個專案 它其實有個重點就是說 一般人在閱讀一個文章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被 你只有在讀 你並不會去思考 然後他都會這樣穿插問題的方式 讓你自己去思考說 讓你成為這個決策者 比方說我今天有個iVoting 今天如果是我來做會怎麼樣 你選了一些選項之後 他就告訴你 你實際上是會爛掉的 所以說 像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讓你去思考 思考說 我真的做問題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像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利用在另外一個專案上 看一下 英文台有個叫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們是用QA的方式 讓大家去 了解 那個 實際上在幹嘛 可是實際上這個東西 只有去做問題 那我們實際上 沒有到剛才講的反思的地步 所以這件事 我就把它 後來我就把它做成一個template 這邊是一個 我現在做出來的template 然後我希望找到設計師 茶花家等等 或者人是工作者 幫我一起來 做一個 這個東西的showcase 那可能是可以用 臨時政府的案例 臨時政府怎麼做 然後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然後思考之後才發現 沒有那麼簡單 做成一個報導 報導給大家看 然後利用這個case 之後我們就可以 它其實是用Google spreadsheet 來做 所以大家只要填這個文件 就好 OK 記住部分已經操作 都OK了 好 時間到 謝謝大家